影片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Update的APP已經全新改版上線囉 除了方便的美食地圖功能 還有全新的內名聊天室 讓你在上面可以認識更多朋友喔 還沒下載的快去下載吧 女孩交流大會男友可以管你的穿搭嗎 那我們就來看看大家的回應吧 可以提一些意見 但不能真的管啦哈哈 如果我是合理的管OK 短褲短裙低胸這種 不到真的露出來的地步我都不接受被管 可是如果你們平常就是你們穿得比較清涼的話 你們自己不會擔心說會走光 或者是遇到奇怪的人嗎 就是在一個自己覺得可以接受的限度 而且可能要做防護措施 就是要穿好安全褲啊 或是內衣可能也是要挑 也不會到真的走光啊 但每個人可能對走光的定義不太一樣 像我就會覺得被看到安全褲其實還好 或者是有一些衣服他可能會從側邊 就是會看得到一點點內衣之類 或是後面會跑出一點內衣 我是覺得還好 高中的時候男生最期待就是看到這個 我剛剛買過那種說豹紋啊 就是牛紋的內衣 然後我自己真的覺得是黑歷史 重點是他還是有那種綁帶的喔 綁在後面 然後穿那個制服後面就露餐 然後自己以為自己很厲害 自己以為很可愛 整體衣服的時候反正在內衣 我就覺得幹貨錢到底是在幹嘛 我真的是受不了自己耶 那那幾件現在還留著嗎 當然丟掉啦 對啊 開賣會有人要買嗎 覺得就是女生一定要穿內衣嗎 我會覺得如果有些人不想穿 我是不會干涉他 可是我自己是會沒安全感 就是我如果下樓到的時候 我都一定要穿 不然就是下樓的時候會 地心引力抓不住我 或者是基兔我自己也會覺得尷尬 大家以前國高中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出門忘記穿內衣去學校 我真的是嚇死 而且冬天的時候 因為早上起床很困 然後然後就 然後就換個那個制服 就直接穿那個制服 我有時候那個睡衣就穿在裡面 然後就穿那個學校的衣服 然後就穿個外套 就覺得已經很紮實感了 然後就說不止已經搭公車 走到學校以後發現就是 幹我穿內衣然後整天都在幹嘛 整天都超緊張的 然後一直就是 然後打給我媽 我說媽你可以幫我送內衣到學校嗎 然後忘記穿內褲 所以我們都覺得 幹我真是傻 好噁喔 可是你沒穿內褲 假如你穿牛仔褲 牛仔褲踩之後 你的雞雞就這樣 在上面跟他磨欸 他受傷吧 很爽 很爽 你不要自己弄一弄就 你不要走一走 這個要拍吧 這個要拍到他吧 我以前就是看那個 康熙來了有一集就是周杰倫 然後他就是不穿內褲拍的 然後那個影響我自身 周杰倫就是說他自己很討厭穿內� 就平常比較不會繼續穿 現場是這樣子的嗎 對啊 Right now你沒穿內褲 平常唱都會發出一些奇怪的轉音 他平常轉音很多欸 是這樣來的嗎 我想說他怎麼都可以唱出這麼厲害的轉音 我懂了 原來是這樣子 不喜歡被管 但可以接受建議或是讚美 如果對方真的不喜歡 還是會尊重對方意見和對方討論 他會廣所穿的太龍 他會說 不行你真的太美了 我自己會覺得蠻爽的 喔 你是知道他表達的方式嗎 他這招蠻厲害的欸 可是男生其實有分三種 就是管女友穿到這邊 就是一種是 不想要讓別人看到自己女友任何東西 然後所以就會管女友穿 就不能穿太龍 然後有一種是 只能跟他出去的時候穿 還有一種是 他很喜歡女友穿很龍 因為他可以讓別人知道說 我女友很辣 但是只有我能擁有 是吧 有一種是這樣吧 然後其他層就是不管的啦 可以稍微管一下 因為我男友完全不管 感覺我裸奔他都沒差 這是想被管的表現 可以啊兩個人在一起就是要 互相理解對方的想法 為對方最初改變 喔 為對方做出改變吧 他應該是要說做出改變 只要這個改變是自己心甘情願的就行了 啊問題就是有些人不心甘情願啊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就是 有時候也會穿比如說低胸的衣服 就小可愛這樣子 配個裙子 一開始就是我男友 我們以前磨合期的時候 他會蠻管我穿的啊 他會覺得就是不能接受我 可能穿太低胸或是什麼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強勢的獅子座 我一開始就會完全覺得 你就不要管我 你為什麼要改變我 這就是我喜歡穿的東西 那你現在管我 那我那些衣服是要丟掉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要怎麼辦 那你要給我錢買衣服啊 就是你要給我錢買衣服啊 就是你要給我錢買衣服啊 沒有啦這開玩笑 怎麼會變成這種話題 但就是覺得說 就是我算蠻不願意被管的 然後加上就是個性比較強勢 我一開始會先反彈 就覺得你為什麼要管我 你為什麼想要改變我 就是要委屈自己遍不想要的樣子 或者是 這是什麼讓你開始接受 好 這樣過來 愛 是愛 應該說我們兩個人之間 後來是有比較磨合的是 比如說 林口這邊 他雖然是低的 就是他是貼的 就不會說浪浪的 然後人家看得到你的內衣 這個是他比較在意的點 我就覺得我們可能 各自都有讓步一點 然後就是找到比較平衡的方式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有一些胸部大的女生就是 他只要穿 他比較不包覆一點 他就很容易 被別人用有色眼光看待 就是大家不應該這樣看 可是男生就是會忍不住 你就忍不住想多看幾眼 就是身體反應 對啦 女生也會多看吧 今天有一個超劇 然後只穿低胸 你經過 會啦 我也會看 我是欣賞 我就覺得很漂亮 男生也是欣賞啊 我是這樣嗎 我是藝影嗎 但是我回家做的事 不行欸 關號他自己就好 可以 感覺會有意想不到的穿法 我覺得他想的太 就是太正向了 他完全只在想 沒有他想的後面 對 可以管吧 個人偏愛被管 男友越管我越故意 這是什麼心態 他可以被管 啊越管你越故意 那到底有沒有被管 很丟臉 對啊 這真的是 要適可而止啊 比如說 你的衣服每次都露半顆奶跟別人分享 正常男人都會看吧 難道你希望你的男友 雞雞露一半在外面嗎 這個沒有道理的 匪伴條 匪伴根 而且男生是不是很難買衣服 就很多男人都會覺得 女生很好買到衣服 就是幾百塊 然後就可以很多風格 這是真的 真的 那你今天穿這樣 你男友是接受的嗎 他現在不太會管我耶 其實 而且這樣子你覺得 不能接受的點在哪裡 如果是我 可能有人會管肉肚子 肚子或者是裙子太短 不是啊這樣才是太短吧 但我自己是覺得有點長 就比較不嫌比 那我伯伯的外套應該四百塊 太便宜了吧 真的啊那塊 也不是全部都這麼便宜啦 你看他是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七百九 差不多 那裡面那個三百塊 這個嗎 兩件兩百五吧 滿接近嗎 好像三百九 但我超愛這件的 他有那一件安全褲 個人是覺得可以管 但不要管這麼多 我又不是真的穿很肉 哪有會管不能穿太短 臉口不能太低 哈囉 原臨已經勒脖子還說看得到勾 沒人叫你趁機 在我彎腰蹲下的時候 從上往下看 難道要我夏天穿高雷嗎 褲子超過大腿一半不行 真的覺得很煩煩 試煉不行嗎 大爆氣 我覺得男友一定是用頭髮型 我覺得一定也 我覺得他用就是 折備或是嫌棄的話 也有差欸 欸高中方式真的有差 或是越聽越沒動 對而且是一直堅持 然後就一直講說 我現在就是已經看得到 你在那我 就是還是看得到你的勾啊 你這樣子出去什麼什麼 這種的 就會很沒辦法接受 談戀愛應該彼此都有一點佔有欲吧 不喜歡別人一直看得自己女友啊 站在男生的立場想想 有時候女友穿太肉 男朋友說說一下也無妨 而且會管一下 也算是愛你才會介意啊 但是沒有必要為了這種事情吵架 方方說通好就行囉 好這個就是今天的結尾 今天結論就是溝通的方式很重要 兩個人之間不管講什麼事情 是不是管傳達 就是要好好講 然後想辦法用一些 我們女生感性動物可以接受的方式 跟我們溝通會更好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大學的時候有流行過 就是女生的那種寬褲 然後下面掉一個圈圈 喔喔喔喔 我知道我知道 或者是也是一些有的沒的 就是突然多一些掛飾品這樣 那真的ZARA跟HM都超多寬褲 他的寬褲那邊一定要有一個圈圈 公車 那邊又有一個公車環 輪風雲 bir吹的 紅 dinner 未正的